三人望去,就瞧见柳晋夫人头也似的朝着他们来了 我这排明明是个大三园,你们却说是炸,秦夫人快来帮我看看 秦伟的夫人眉角青醋,梁渊夫人以笑容影的跟了过来 秦夫人,你快来吧,不然啊,这排局可是要散了 说着,两人一前一后的走了过来 柳晋夫人拉着秦伟夫人的手 好姐姐,帮我去看看,再收下去,我可是连买花带的钱都没了 那照福夫人歪在牌桌上笑得不行,打气儿柳晋的夫人 我不管你有没有花带,这局的钱先给了再说 谢敏夫人就和其他几位看牌的夫人笑着调侃道 看见没,督察院的人就是与众不同啊,人跑了,债可不能不还 大家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大家说是说,笑是笑 柳晋的夫人拉秦伟的夫人坐在自己旁边指导排局的决心却很坚持 秦夫人只得无奈地笑道 我这里正和胡夫人说话呢 梁渊的夫人就叫了丫鬟搬张椅子来 我是赢家,只要大家没有意见,我倒也想坐在这里跟沈夫人胡夫人说说话 柳晋的夫人自然不一,拉着梁渊的夫人不让她落座 又对秦伟的夫人哀求道 好姐姐,你好点让我拧点本回来 胡信的夫人就笑指着柳晋的夫人 你呀,哪有一点当夫人的样子啊 柳晋的夫人就倚在胡夫人的肩头 这里哪位夫人不比我年长,要我出什么头啊 大家又是一阵儿笑 胡信的夫人就对秦伟的夫人道 你快去和他们玩去吧 不然啊,我和沈夫人都不能安上 秦伟的夫人听了 这才和柳晋夫人,梁渊的夫人等重新回到牌桌 哗啦啦的摆开了阵势 这边沈木青满领通红 紧紧的捏着手中的四张牌 看着梁渊慧甩出了一张五万罐 他忙道 有没有人管得住 有没有人管得住啊 英芬摇了摇头 紫沙也露出了无奈的神色来 沈木青大声的身影 哎呀,又输了 梁渊慧沿嘴而笑 沈木青和英芬紫沙丢了牌 各掏了两枚铜仔给梁渊慧 梁渊慧得意洋洋地收了 紫沙又开始洗牌 沈木青左顾右盼 怎么也不见管是妈妈来回事啊 梁渊慧神情紧张 我们打牌不会耽搁了正事吧 沈木青正经地点头 不知道,我要去看看 梁渊慧忙道 快去,快去 英芬在一旁忍峻不住 咯咯咯地笑出声来 紫沙目光流转 露出了了然的表情 抿嘴而笑 梁渊慧不明所以地望了望英芬 又望了望自沙 紫沙就轻声地道 沈姑娘手气不好 我们不如歇歇 梁渊慧一幅恍然大悟的样子 忙拉了坐在旁边 有小丫鬟服侍穿鞋的沈木青 我把赢的钱还你就是 你别生气了 沈木青却一门正经地 你听紫沙胡说 我就是去看看 外面有没有什么事 梁渊慧望着沈木青的目光 充满了怀疑 紫沙却笑道 沈姑娘去看看也好 刚才有位妈妈来回事 沈姑娘一回来就转了手机 沈木青有着被看穿心思的狼狈 回头翔装不快地动了紫沙一眼 紫沙很是尴尬 朝沈木青陪着笑愿 英芬再也忍不住 哈哈地大笑起来 紫沙姐姐 我们家姑娘当你们是亲近的人 和你闹着玩的 紫沙就很认真地打亮了沈木青几眼 见沈木青虽然面带怒容 眼中却含着笑意 她笑着拍着胸口笑道 姑娘可吓死我了 语气不同于刚才的紧张 还带着几分小女孩似的娇称 真是个人物啊 难怪梁家老夫人把紫沙放在梁佑慧身边服侍 她不由仔细地打亮了紫沙一眼 十三四岁的年纪 苗条的身段 清秀的五官 灵活的双眸 穿着一件水蓝色棉筹对尖小袄 深蓝色笔甲 脸白挑线裙 头上插着银簪 耳朵上坠着珍珠坠子 像朵静静地开在水边的小花 闲静而温婉 沈木青不由在心里 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脸上却带着笑容 我再不出去转转 我面前这段童子 只怕马上又要换主子了 梁佑慧听得她的有趣 嘻嘻嘻地笑了起来 沈木青就带着洛梅去了报下 他们刚出门 就看见朴玉在老五上张望 看见沈木青 她竟然一溜烟地跑呢 沈木青叫了不悦 去看看 出了什么事 不悦应声而去 沈木青这才进了报下 报下只有明侠和两个未留头的丫鬟 明侠则坐在暖阁的那趟上 坐着针线活 两个小丫鬟围坐在她身边 翻着腾罗里的东西 低声笑语 气氛很和谐 看见沈木青进来了 三个人忙站了起来 给她行礼 这是在做什么呢 沈木青笑着走了过去 拿起了月白色的鳞段 展开了是件正在做的骄傲 明侠低垂着眼脸 这是前年太太赏给我的 我身材矮 做了一套少一点 做一件又有多的 锦绣比我高 却正好做件佳傲 我就拿出来给她用了 沈木青突然想起了潇洒的话来 是啊 被送到小柳园去养病 谁知道病会不会好 就算病好了 能不能回到安园当差 哪里都少不了风高踩低的人 她眼神一暗 想到自己有段时间没有去看锦绣了 问道 你去看过锦绣了 她怎么样了 明侠顿了顿 抬头笑道 挺好的 太太给请了大夫 药也一直没断过 沈木青沉思了半场 说道 走 我们去看看锦绣去 明侠的脸上 却闪过了明晦不定的表情 沈木青看得心中一跳 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静止走了出去 明侠忙跑上去 帮沈木青聊了帘子 沈木青吩咐落梅 你去陪着梁姑娘打牌 就说我有点事 马上就回来 落梅看了明侠一眼 口气中带着几分犹豫 叫了迎秀 让她跟在沈木青身边服侍 她这才毁了证物 沈木青几个人去了小柳园 大雪覆盖之下的小柳园 白矮矮的一片 墙角几根不符书的树枝 从厚厚的积雪下探出头来 有几分荒凉之意 明侠笑着解释 家里这几天忙 雪就没有清 沈木青没有吱声 在明侠的搀扶下 扣了锦绣的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们出品的 有声小说 好事多磨 作者芝芝 演播爱叔叔 来应门的是春绿 她穿着一件半心不救的 观绿色露愁棉袄 大冷的天竟然满头大汗 看见沈木青 她表情很是惊慌 沈木青脸色一沉 推开春绿就进了窝 两间的小屋进门一个土灶 门边的柴火摆得整整兮兮的 一个威药用的陶罐放在上面 辽莲子进了睡房 就看见锦绣搭着一床 蓝色印花粗布被子 双目紧闭 面带潮红的躺在炕上 沈木青打量着屋子 墙上糊了白纸 地下铺着地砖 窗上还贴了两张 年年有余的大红窗花 半旧的黑漆家具 也擦得干干净净 显得明亮照气 只是炕脚堆了好几个 兰花粗布包袱 看见她的目光 落在那些包袱上 跟在她身后的春绿 小心翼翼地解释道 正在收拾东西 都是锦绣姐姐常用的 没有家私 沈木青转身盯着明霞 明亮的目光清冷如月 明霞不由打了一个寒金 半晌才难难的倒 过几天 周总管就要回来了 会带了锦绣姐姐回庄子过年 大年节的又病着 回去她还有娘老子 哥哥嫂嫂的 也热闹见 这事儿是谁定的 沈木青冷冷地道 明霞犹豫了好一会儿 都弄道 是 是汪妈妈说的 锦绣这段时间到底怎样 沈木青走到旁边坐下 望着如睡美人一般沉睡的锦绣 你给我浇石底 要不然我也撒手不管了 明霞迟疑着 春绿却一下子 跪在了沈木青的跟前 姑娘 锦绣姐姐很快就会好的 求您别送她走 太太让张婆子过了年 就到庄子上 把锦绣姐姐领走 还说 还说 要是姐姐问了 就说病得不行了 这是意料中的事儿 沈木青目光锐利地望着春绿 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普玉说的 春绿眼泪汪汪地望着沈木青 奴婢真的没有乱说 上次张婆子来看普玉 普玉告诉我的 说锦绣过了年 就会去张婆子家 沈木青冷冷疼了一声 哼 你可真是知道的巧啊 春绿一听 脸色煞白 扶在地上直颗头 姑娘 姑娘 奴婢真的没有说谎 那天普玉到院子里来 说是太太让她来小柳园里采点雪 明年喝酒茶喝 小柳园里采雪 不采梅额上的雪 才落在地上的鸡雪 沈木青沉思着 明霞就一把将春绿拉了起来 该怎么做 姑娘自由主张 还轮不到你在这里要死要活的 快站好了 春绿抽抽气气地站了起来 擦着眼泪 偷偷地窥视着 沈木青的神色 周总管回来的时候 你记得跟我说一声 沈木青 神色如常 淡淡地吩咐着明霞 明霞 明霞小心翼翼地应了一声是 春绿 锦绣这里 一直是你在服侍吗 沈木青又问春绿 春绿怯生生地点了点头 嗯 还不错 沈木青望着窗户上的窗花 转身对明霞道 我们走吧 明霞一正 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恭敬地应了一声 跟在沈木青的身后 出了小柳园 一路上 沈木青的神色都有些恍惚 被张婆子领走 还能有什么好呢 可不被领走 又该怎么办 自己谁也不认识 就是个托付的人也没有 再说 就锦绣那一幅绝世荣原 一般的家庭 还真是要不起 他越想 越是没了主意 混混顿顿地 回了安院 不月早在乌云下等 看见沈木青回来 小跑着迎了上来 说道 刚才我去问了 普玉说 杜姑姑让她来看看 姑娘在不在家 她找姑娘有点事 沈木青点了点头 有丫鬟在一旁笑道 杜姑姑已经来了 在屋里等姑娘呢 待见到屋里 发现杜姑姑坐在 梁又慧的下手 正在和她交头接耳的 说着什么 两人的肢体语言中 透着几分亲疑 沈木青恶然 杜姑姑并不是一个 容易和人相熟的人 就是自己 跟她学了大半年的女工 她对自己也是客气而疏离的 后来还是有一次 李氏让杜姑姑给她 绣了一条马面蓝裙 自己想着杜姑姑的眼睛 出眼挡了一下 两人的关系 才渐渐清静起来 念头闪过 她已经笑盈盈的 和杜姑姑打招呼 姑姑什么时候来的 英芬忙下床 服侍沈木青上了她 杜姑姑笑道 正巧有点事 想找你 沈木青坐到了炕上 指着杜姑姑笑着 对梁又慧道 这位就是教我女工的杜姑姑 想来你已经认识了 梁又慧笑着点头 我们已经认识了 刚才杜姑姑还和我说着 绣小猫的诀窍呢 绣小猫 沈木青愕然 梁又慧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我喜欢鸟兽 没想到会遇到 教妹妹女工的杜姑姑 所以养了杜姑姑 要她指点指点我 原来如此 沈木青点头 杜姑姑有一整套绝活 专用来绣走兽 你要是有时间 可以好好问问杜姑姑 梁又慧一听 大感兴趣 两个人絮絮叨叨的说了半天 后来还拿了沈木青的秀句 一针一线地掩饰起来 好不容易两人打住了话题 沈木青就提起了杜姑姑的来意 姑姑找我 可是有什么急事吗 杜姑姑的脸上 闪过一丝不自在 她不是求人的人 自己何必摆这个谱呢 沈木青 稀稀缩缩地挪动着身子 准备下烫 和杜姑姑到西次间去说话 谁知道梁又慧 也稀稀缩缩地挪动着身子 说道 妹妹快坐下 我要去趟镜房 虽然不知道 她是真要去镜房 还是主动回避 杜姑姑都露出了感激的神色来 梁又慧朝着杜姑姑笑着点了点头 就带着紫沙去睡房后的镜房 待看不见两人的背影 杜姑姑这才到 我知道今天柳夫人来了 想让姑娘帮我说句话 沈木青一早就猜到了 能让杜姑姑一反常态地走出她那间屋子 除了她包妹的事 还能有什么事 可她实在是不能答应 去了就是代表沈家 别人会以为这是沈真的意思 可不去 杜姑姑想把包妹弄出来 根本就是件不可能的事 她咬了咬唇 狠着心 没有任何转环地拒绝了 杜姑姑当时就拉着沈木青的衣袖哭了起来 姑娘 我求求你了 我以后给你立长生牌 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您的恩典 来生做牛做马的 报答姑娘 这样的杜姑姑和平常很不一样 虽然在哭 却让人感觉到的不是悲伤 而是凄厉 沈木青不忍 侧过头去 叫了粗食的妈妈 把杜姑姑拉了出去 直到身影不见了 她那悲泣的哭 还时影时现地传来 英芬抿了抿嘴 轻手轻脚地走到沈木青的身边 敲顺了道 真的没有办法帮帮杜姑姑吗 沈木青苦笑 这也得有机遇才行 她现在全心全意地指望着咱们 要是办不到 只怕事 还不如早拒绝 如果有机会 再说 英芬 洛梅和朱姬几个听了 都各自暗暗点头 因为这个变故 屋子里的气氛略有些紧张起来 还好梁又会很快从进房出来 洛梅为了活跃气氛 笑道 眼看着这天色也不早了 姑娘 咱们要不要再玩几局 你也好翻翻板 可沈木青实在是提不起兴趣来 这个时候 她心里也有些难受 没有经历去应酬人 打叶子牌 成了最好的选择 她就笑望着梁又会 姐姐意下如何 梁又会没有立刻回答 神色恍惚的上了抗 先是露出了沉思的表情 然后露出毅然决然的表情 说 妹妹 我想单独和你说几句话 沈木青颇感意外 却也不好拒绝 朝着洛梅扬了扬河 洛梅立刻带着屋里服饰的人 退了下去 紫沙犹豫了一下 也跟着退了下去 屋子里只剩下了沈木青和梁又会 而梁又会却反而露出迟疑的表情来 这里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好事多模 本集播放完毕 叔叔